我們很高興這次接受慶豐集團吳董市長的善心專政 讓我們可以完成我們一個很重要的心願 就是打造一個嶄新的獨樹館和未來教室 什麼叫做未來教室呢 簡單的來講就是用科技來輔助醫療、護理和各種醫師人類的教育 那我們除了大家可以看到一個非常溫馨的 以這個最有知識智慧的貓口音為主題的這個溫馨空間以外 其實有幾個重點 第一個就是更大量的增進互動式的教學 所以我們有電子白板讓老師跟學生不是單方向的授課 而是多方向的這個匯集 那第二個呢我們也引進了這個AR跟VR的功能 所以這些複雜的人體的這些結構 那可以在教育訓練的時候達到它的效果 可以在病情解釋的時候 讓大家一起了解病造的這個複雜度 更重要的未來要把它放在這個複雜的手術或治療的這個訓練 或者是這個規劃上面我想對病人安全會有很大的效用 當然我們也沒有割愛原來圖書館應該有的功能 包括閱讀和查詢和討論 那這個都是我們未來教室的功能 那其實我們有兩個未來教室 那今天大家看到的是抖六的這個未來教室 其實我們在虎尾也會建立一個未來教室 那虎尾的未來教室呢 除了同樣會有很多的互動或VRAR以外呢 那也會有一個高擬針 就是模擬的這個教室 那現在很多的這個錯誤 我們說從錯誤中學習 這個是過去的一個講法 可是我們總不希望真的有錯誤發生在病人身上 所以我們從過去的錯誤把它變成一個教案 那現在有很多的女生的模擬的假人 我們可以重建 就好像飛機的這個開飛機的時候 重建這個場景 讓我們的學生在很多的模擬的環境下面 來學習怎麼樣子把事情錯對 怎麼樣子避免前人所犯的錯誤 我想這個就是我們未來教室的意義 我想回到原來很重要的一個觀念 就是我們不能用過去的方法 教現在的學生迎接未來的問題 未來教室就是讓我們的學員 準備好迎接未來的事件 謝謝你 好 謝謝記者的詢問 這個圖書館在之前平均每一天使用日是不到五 那目前在七月八月整件之後 平均一天是二十到三十夜 我們的最大目標就是希望大家能進圖書館 回到以前的那個樣態可以來圖書館 看書然後培養一些人文的細節或者是查資料 或者那邊休息都是一個可以的空間 那這是一個被動性的使用 就是我們做好你過來 那未來的使用呢會有三個更主動的面向 那第一個面向呢 我們會在這邊開創一個未來教室的上課的空間 那未來教室其實就是一個讓各種科技加速你學習效率跟效果的一個地方 那像剛剛大家看到的那個示範 本來只是一個書本的圖片 現在如果是有未來教室的空間的話 學生跟老師就可以在一個空間中做很多互動 那這樣的事情呢就可以讓學生或教學更有效率 那第二個呢我們開放一個3D列印區 所有的同仁只要有想法 就可以把他的3D列印帶回去做一些列印使用 那列印的效果就像我剛剛跟大家說的 在門診對病人坐過一覺 或者是在跟學生討論一些解剖器官或器材的時候 如果有實體可以看 那就會比書本的平面來的更有效果 那這個我們會去主動調查 大家誰有什麼需求 然後去採購或者是去訂閱那樣子的圖資 還有訊息來服務我們的同仁 那第三個當然就是一個人文的專區了 人文素養其實是現在在科技發展中最好的幾件事情 大家都知道現在很多的醫學系都入學的高標 都要定人文的就是定國文或者是作文的能力 所以科技的書寫能力非常強一定是非常佔優勢的 那這種能力的培養其實真的是需要靠閱讀 你只要請GVT或請電腦幫你寫 大概都是一個標準型的文字的概念 所以我們設置了一個人文專區 人文專區有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噪點的燈 大家可以看到噪點的燈還有非常舒服的一個座椅跟閱讀的空間 那這個空間我們希望可以讓更多的人來使用它 那我們也會主動去詢問大家對於什麼樣的人文書籍 什麼樣的一些人文的雜誌會有興趣的 我們會來跟他夠主動的訂閱 為了我們有三個服務的目標 好 它主要是可以透過因為它這個是一個空的空間然後它是一個很像是鋼鐵人這樣子的一個三體結 然後這個3D結構我其實手指是跟隨手勢的模式來去做連選 像是我現在手指比1的模式它就會有一個點的樣態 然後假設我要點這一個就直接往內搓 它就可以點出那樣的硬能程式 然後我們來找一下我剛剛的那個心臟 在遠方的哪個地方呢 然後隔空抓一條 而且沒有心臟在那裡 然後這個隔空就點它 它就會在這個空間它會整個去做渲染 然後把我們前面的內容把它叫出來 來 來 找一下喔 這樣再拿 要怎麼找一下喔 喔!在遠方 大家有看到嗎 喔! 很小的耶 沒有看 看 在遠方 一點也太遠了 我把他十分抓回來 小心 太遠還沒來喔 這樣也 你看 就是 好 好 你不能走前面一點就把眼差過來 可是前面明顯是個牆壁 可以從眼鏡上找嗎 他眼鏡都要是靠手勢的模式 把他從原住抓 技術跟歷史 所以大家知道 那個歷史也怕什麼是眼的 沒有辦法走去抓住他 你愈照看愈好 你要不要試著抓住他 或是我們可以先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讓他幫我幫助我們 讓我抓住 拿到了 喔來了 來了 在他的右邊 右上 右上 對 左邊 在書家那裡 對 然後我是可以把它抓到像是 學生 學生的相對的底面上面 然後可以來去做演示 不好意思 因為這個滑空東西真的會跑 然後 像是說 我們就可以跟學生講解這個立體的方向 應該是要長得像是怎麼樣子 然後我可以來去做 比如說 他這個是 正常人他的樣子 心臟他會埋在我們宣腔的正前方 然後上面會是右心室 然後左心室在下方 然後動脈跟靜脈這些等等 然後我可以去直接做兩手操作 讓他去做 往上的旋轉 去做往上的旋轉 或者是往下的旋轉 比如說我可以讓學生了解說 上面的冠狀動脈 他的走向是怎麼樣子 比如說往右側跑 往下側跑 或是往左側跑 然後走向大概是從怎麼樣子的方向 那跟以前我們以往學習 這樣子的臨床的知識 其實透過一個2D的平面 像是書本 或是影片的方式來去做學習 但是學生可以直接看著 這樣子3D平面的影像 來直接做旋轉等等的操作 他會更容易理解 而且知道說我們現在是在指哪個位置 哪個方位 甚至我跟現場臨床上的一個個案 打字我放在病人的身上 他可以更瞭解說 我做這個地方的觸診 或者是停診這些等等的模式 他大概是作用的是心臟的哪一個面向 或甚至電腦斷層 或是腹部這些等等 他是哪一個面向 大概是這樣子 那以上就是我做一些簡單的示範 謝謝文醫師 好 那我們來跟大家請多多謝謝 好 那我們先來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有初期指示任務的首官 首先我們請介紹一下我們的院長 歡迎院長 請記住 請了一下 我們再掌握一下 你剛到各位 從新操廁錄 很新參與醫院的確 以及徒然站在廣播 再來是保護士溫灑型 以及廣洕市的擁機鼓勵 接下來接受理會的一分之主任 也是我們高興的同學同學同學 我們也希望我們接受理會的一天堂 趕快的約會來的我們 今天有高興有這個機會 向大家後面 帶後面的一個多數左右 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不能用現在過去的方法 教現代的學生 解決未來的問題 所以這個世界的服務非常複雜 我在當學生的時候 真的是需要跑圖書館 以前寫入文的時候 真的很辛苦 也沒有Internet 查文件要找一個大概十公分的書 上面寫了過去可能三個月相關的論文 找到以後勉強在圖書館的架子上 找到這些論文 然後我要去copy花些錢 那現在呢我還真的很久沒有去圖書館做這件事情 因為透過Internet 透過校技間的聯合 我可以搜尋到全世界所有的論文 我可以copy paste 我可以做很多的製作 去年到今年最重要的就是這個ChangeVT的產生 所以我們一定要用科技導入各種的臨床教學 這樣我們所有的醫療、護理、醫師 其他所有的職類的人呢 都能夠透過這些科技化的學習 會自己準備好做一個未來的醫師 那你們歡迎大家 今天我們PGY二年級 張醫師他去年是一年級 所以我們去年的一個創新的作為 就是讓大家都有手持草醫科 只要有手持草醫科 你看到一個病人 有什麼問題 也不用等S光 也不用等CT 也不用等什麼 你就直接把這個草醫科放上去 你馬上就知道五藏六藏長什麼樣子 那今天是另外一個我們要推出來的 就是這個新的圖書館跟未來教室 那這裡本來是一個蠻地下室的空間 大家不會走過來放了很多舊舊的書 那有一天那我就走過來 這裡這裡在幹嘛呢 那發現呢 過去一個月進來的人可能不到十個 那這些因為大部分的同仁跟我一樣 也都是在Internet上找這些相關的文獻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跟教文局副院長來討論說 我們應該好好的活用它 那我們最要感謝的是 金工集團的這個吳董市長 那他的機緣是 他今天非常客氣說 說這個 他就是 很客氣他就沒有過來 不過他的機緣就是在我們Initi的時候 因為家人然後有受到營運分院同仁的照顧 那他就直接醫療的同仁 在這麼高風險的情況下 提供高頻的治療 沒有因為這些隔離 沒有因為這些疫情 而減緩對他家人的這些照顧 所以他就有客氣解囊 讓我們可以完成這個新的 那這個工程的完整 我最要感謝的是江副院長 他是我們的教育員 研究的這個副院長 也是一個很容易的文藝經典 所以就把很多的理念 包括這個等一下他應該會說明 一些設計的理念 整個讓這裡變成一個溫馨的場所 讓我們在補兼醫療 護理和其他所有的醫師的人 都可以在這裡得到 一個未來科技導入的學習 那剛才王梁安文醫師 再站起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要特別介紹 王梁安文醫師是我們雲林人 雲林人 這個很帥很帥 他是我們的教學型組織醫師 所以未來的教學型組織醫師 可能就要做很多的媒介 來導引我們大家 做這個3D的學習 等一下應該會介紹 這個未來教室是這樣的操作 還有我們的3D列印 那剛才這個3D的模擬 也是我們剛引進來的一個科技導入 剛才是輪位小規模的做 就是像剛才講的 跟學生來學習這種很複雜的這種器官 那接下來我們可以做另外兩件事情 一個就是複雜手術的預言 一個整個團隊大家就可以在想 這個五臟六腑 Ctmri的影像完全做成立體的 所以大家一起戴上眼鏡 那同時可以做的就是定期的解釋 這個很複雜的包 為什麼別人說開3小時 我覺得你要開10小時 那因為你這個腫瘤斬在肝臟的很討厭的地方 沒有大血管 以前我們可能都能用講的 那現在呢 我們的醫師跟家屬跟病人 可以一起戴上這個眼鏡 大家從不同的角度 那當然這個醫生就要把這個器官這樣轉來轉 就告訴他 印照在這裡 那這個為什麼大 為什麼傳統辦法不能做 為什麼風險很高 我要跟你講 我想這個對於這個醫學知識的進步 對於病人安全 然後對於手術的這個 甚至其實我們行政也很可以用 我們未來的醫院長什麼樣子 我們的二級工程 我們的長照大火 其實都可以戴上這個VR 進去看一看 我們很多的這個 現在主任前陣子很辛苦 就是要看這個2D的圖 各種風神圖 他其實是看不懂 那如果大量引入這個3D動畫的話 那我們的這個護理長就很清楚 他以後的病房長什麼樣子 所以這個科技的進步 其實是日新月異 那我們很高興呢 在這個吳董市長的這個看牌檢能下 那我們有機會打造這個 有一個天區溫馨又有科技感的這個未來教室 那不是只有董偉 董偉也有一間 董偉也有一間 那董偉很多的進步比較快 我們大概已經是都做得差不多了 董偉呢 相關的一些硬體設備 其實正在建設中 他不過一些裝潢啊 或是一些優化的這些 我們持續的進行 可能會到醫院提電 以後年底前應該都會做完 再次感謝所有打造的團隊 包括這個江副局長 包括這個讀書室教學研究部的同仁 包括總務司等等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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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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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大家好 這個空間是民國94年 當我們改建成改製成台大醫院之後 就一直被逐漸遺忘的空間 這個空間在最慘的時候 每天只有總數百年進來 沒有其他人進來 平均在過去的一個月期間 大概一天都進來不到五個人 所以在院長的指示 還有善款的贊助之上 我們進行了這次空間的改建 我們改建自由的目標 就是讓大家想來 也沒有辦法靠近 你沒有進來 就不會有運用支援資源 跟呈現各種標準激盪的可能性 所以讓大家想來 我們做了一些規劃 那非常感謝補助館員 小禎 還有美音 還有交易部的同仁 一起來參與這個規劃 包括整個壁畫的設計 這都是請武尾在地 最遇害的三星的畫的畫家 那台有非常非常好錢的價錢 其他方面做一個三頁的設計 還有陸入中 跟一些打卡的景點 希望你們今天可以進來 和演員給休息 跟維新的感覺 未來教室的名字 雖然是很很新奇 可是它其實是很容易異議的 只要你這個空間之中 可以運用科技上學習的成效 跟它的效率更好 那就是一個未來的教室 相對於古代的思俗 以前的黑版就是未來的教室 相對於黑版跟白版 我們現在讓它可以在某個空間 學習的更有效率 就是未來的教室 所以大家可能覺得 這不就是一個空間嗎 其實因為有人腦力的注入 跟有科技的注入 學習變得更有效率 而且可以更有成果 那其實就是一個未來的教室 它也不是僅限於這個空間 所以這個概念 你可以延伸到 劉長剛剛說的 在整間 在病人旁邊 在手觸法 在文教室 都可以是一個未來的教室 我還有一些有趣的創意 譬如說我們的3D列印 那3D列印 那3D列印的模型 除了在一般的教學可以用之外呢 我們會想到 你可以在整間之中 偏僻來做一些更好的解釋 你油漬有更久嗎 一時都會有 我說哪 一度有一個油漬 一度有更久的教室 你就可以拿這個東西 跟別人說 油漬有一個東西 你在這裡 看著你會不會痛 看著你會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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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其實 有這個東西 在解釋上 門診護理師 或是藥師 在解釋用藥 都會有更多的方便性 那我們會 把我們以前的被動參與 提升到主動的服務 後來我們的主管委員 會去主動調查 哪個地方需要 這種3D列印的模型 我們就可以提供 那甚至包括學生 甚至用外來的老師 都可以運用像這樣一個 教學的資源 傳統的檢索區 跟文文區 當然就是 讀本最近的功能 我們也會辦理更多的 學所跟醫院的課程 知識任務區 讓大家可以 從這邊得到很多 知識的情報 我想 有的就是我們 關於教育的話 就是說 教育本身 不是把知識填滿 而是把 國法頂來 就是英國教育 也是監視人 葉子 說的一句用語的話 所以我們現在 已經不是要 把空間填滿 把東西塞滿 讓學生進來 就覺得這邊是 知識的寶兔 我們其實是一個 開放的空間 讓他進來 讓他願意進來 然後謝謝 然後進來之後 可以感受到 這邊的老師 這邊的設計者 還有這邊的管理者 的一些熱情 把他的熱情點燃了之後呢 他自然點在他的 未來教室裡面 送到任何的未來 好 謝謝大家 你有沒有說明一下 你的貓頭鷹 大家看到很多的貓頭鷹 貓頭鷹是知識的 古老的象徵 就像哈利波特 雖然那種最近不太好 但是哈利波特裡面 每個學生 都會是貓頭鷹 貓頭鷹 可以把他 跟他的家鄉做連結 可以把他 跟他的知識做連結 所以貓頭鷹在 西方藝術中 代表一個 穩定 成絲 銳智的一個象徵 所以我們 特別喜歡他 那邊畫一個貓頭鷹 然後在我們的 父母的地方 還有我們哪個地方 都放上一些 貓頭鷹的印象 印象 然後這是一個 書架跟窗 可以讓這個 雖然是地下室 進來也可以感受到 有陽光的感覺 我們特別在橋壁上 使用了黃色的燈光 跟其他地方都會驅滾 所以這個燈光 照在這個區域 因為今天我們在 記者會有關係 所以這個椅子就離開了 古人家本來會有一個 很像那個 就是一個很漂亮的 歐洲的 皇后那種椅子 然後他會在這個燈下 學生如果進來 他如果讀書 要打卡 或是在那邊看完結業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很好的心情 都想來出館 就達到我們最初的目的 我跟大家報告一下 在最慘的期間 一天進來不到三個人 那在過去兩天 我們開幕以來 那平均每天 竟然是超過三十個人 整個來說 已經是一千個人 相近一千個人 來使用這個租租館 比以前在做事 增加四到五倍 所以我們的出戶目標 是有達到 吸引大家進來 那進一間的目標 我們要把這邊管理的制度 跟主動服務的一個態度 會衝到各科部去 然後更進階的目標 就是希望這個未來 教師未來可以活用 增加他的教學的效率 跟他的情況 我們謝謝 來講一下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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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剛剛的院長 然後跟院長 這個效率去知道 所以其實這個地域 它其實是地域很永久 所以我們特別做一個 短短的小影片來 對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從之前到現在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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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接下來就是 我們問這個小朋友 辦一個小活動 所以我們要來 邀請我們院內長回來 一起參加兼菜 好 那首先我先邀請一下 我們來 我們來 再來是 再來是 教育林議員長 那如果我們看到 院長的右手邊 就好 那往前再去 然後再去 然後再去 中間去 進去 然後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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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來是 再來是 我們到各位 再來是 歡迎收看 按rà 我們來 然後再去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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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場——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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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拍個函子嗎? 謝謝誰要問 我們先拍一張,然後等一下拍一個男朋友 然後錄影一下 送給誰跟先生 好,好 你是不是就直接想謝謝清風集團 OK,那我們來練習一下 好,好 OK,那我們好好就是謝謝清風集團 郭文明董事長 我想清風集團就好了 清風集團 文明董事長 早上,請你頓來 找誰 就得到 找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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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蛤? 不用吧 我觉得不用 谢谢庆丰 谢谢庆丰集团 圆着未来教室 就比较对账 练习一次 谢谢庆丰集团 圆着未来教室 好 谢谢庆丰河 分措断 为什么 我们做这个 也 agre闹的 我又要把这个 做好 ня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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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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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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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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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